谢谢 刚刚进行的是女人的健身博特全场冠军总决赛的比赛 刚刚这女的也是个健身模特嘛 然后比赛完比赛完好像没拿到奖 还拿了个倒数 他嘴里喊得好像昨天不知道咋回事 意思说昨天你那个钱归走的我 说是把这个冠军给我 结果今天给老娘弄弄了个倒数 我想起以前泰森那个跟霍利菲尔的97年比赛的时候 摇耳朵的事 那个好像就是有黑幕 唐经那些中间人吧 把泰森气的 摇耳朵 摇霍利菲尔的耳朵 后来还出了一个巧克力 就是摇耳朵巧克力 咱就是中国这种文化里边吧 有一些不好的东西 就这种人情或者说送礼前规则 可能别的国家也有 但是我们这种 事情吧 好似乎更加的多一些 对吧 其实到了国外 中国人之群体之间 也是搞这一套 不愿意宗社规则 都是搞这个请客送礼 签规则 卷到国外 大家就说内耗比较严重 认同感比较差 有这样一些 不好的地方 对吧 还是不够团结 应该团结起来 好优优独播剧场